高烧卧床时 我随口一句怀念老家的早点 妻子便放下工作 驱车赶到一百公里外 给我带回两层小笼包 家人都说我有这样的贤妻应该高兴 可我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她似乎忘了 我从来不吃油腻的包子 直到我看到她的男助理 发了一张和妻子在酒店用餐的合照 我才知道那是她爱吃的早点 这一刻 我才意识到 她对我也早就腻了 我刚合上屏幕 病房门就被推开了 柳如烟提着两笼包子 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笑容 北航 我路上堵车 稍微来迟了点 听咱妈说 你后半夜又烧起来了 正好你先吃点包子 垫垫肚子 我去给你倒点热水 她说着 将包子放在床头柜上 俯下身在我额头上 轻轻落下一吻 仿佛真的爱我 爱到了骨子里 甚至就连路过病房的护士 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小声议论着 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真是羡煞旁人 可我看着她 想扯出一个笑脸 却怎么也做不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肯为了我 驱车一百公里 买早点的女人 会背叛我 来回不过两个小时的车程 她和她的助理陆舟 却用了一整夜 一想到她们在酒店里 可能发生的一切 我的胃里就忍不住一阵翻涌 我只吃了一口包子 就觉得油腻地让人作呕 胃里的东西 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 看到我突然吐了 柳如烟似乎很慌张 急忙放下水杯 想要过来扶我 北航 你怎么了 我却没有接受她的好意 默默地将她推开 目光落在她的大腿上 你的袜子呢 我记得很清楚 她昨天出门的时候 明明穿着一双黑色丝袜 文言 柳如烟却泰然自若 笑着跟我解释道 哦 那个呀 买早点的时候 不小心被勾破了 就直接扔了 倒是你 上吐下泻的 让我担心死了 我看着她那虚伪的模样 心里一阵苦涩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就连撒谎都变得如此熟练 如果不是陆舟的朋友圈 拍得清清楚楚 我还真要被她 这副无辜的模样给骗了 那双袜子究竟是怎么没的 不言而喻 不过 我却没有揭穿她的谎言 只是淡淡道 没事包子太腻了 我突然不想吃了 一听我这话 我妈刚搅完费回来 直接把搅费单往桌上一拍 瞪了我一眼 你小子 人家烟烟对你多好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随口一句话 就专门请假 驱车一百多公里给你买 你说不吃就不吃 我妈一向疼我 这还是第一次 用这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跟我说话 可我却只能苦笑 给我买的包子 两梯包子 一梯六个 一梯八个 连数量都对不上 说不定 都是陆舟吃剩下的东西 想到这儿 胃里又是一阵翻涌 我别过头去 强忍着恶心 冷声道 妈你是不是忘了 我从来不吃包子 我妈顿时愣了一下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打圆场 北亚 一个大男人 怎么这么矫情 人家烟烟请假照顾你 你连句谢谢都不说 爱吃不吃 不吃放着 一旁 柳如烟的脸色 也有些难看 他一直是个聪明人 显然也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但他很快反应过来 挤出一抹笑容 北航 是我不好 当时太着急了 你想吃什么 我重新去给你买 他说着 就要去拿床头柜上的包子 我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单单道 不用那么麻烦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二 话音刚落 柳如烟手里的包子 纷纷掉在地上 汤汁见了他一身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病房内 我妈更是皱眉 一把拍在我脑袋上 恨铁不成钢地骂道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 发烧把脑子烧坏了吧 人家烟烟买错了的早点 你要离婚 多说你两句 是不是还要上天 我妈恨不得再给我一巴掌 但她还是忍住了 转头拉住柳如烟的手 轻声安慰道 烟烟啊 你别听她胡说 什么离不离的 她就是发烧烧糊涂了 她的话 你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妈知道 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妈语气也很温柔 像是在哄一个 受了委屈的孩子 不等我妈说完 我便打断了她 眼神坚定地看着柳如烟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没有发烧 也没有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我们离婚吧 在外面偷心的女人 我嫌脏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惨白 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 可我却觉得无比讽刺 和我离婚 跟她那个刚年轻 刚帅气的小前郎在一起 不是顺了她的心意吗 很快 柳如烟便眼射过去 强装镇定地说道 北航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我真的没有 我冷冷地打断了她 将手机扔到她面前 没有 那你告诉我 你和陆周 在酒店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 手机上 正是陆周朋友圈的截图 照片上 柳如烟和陆周 在酒店里举止亲密 有说有笑 一瞬间 柳如烟的脸色 更加难看了 她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看着她慌乱的样子 心中却只觉得可笑 我妈见状极了 指着我鼻子骂道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你是不是忘了 这七年来 是谁陪着你一起走过来的 烟烟这孩子 怎么可能出轨 和别人搞在一起 你是不是忘了 七年前 要不是烟烟救了你 你现在说不定 坟头草都两米高了 人家救了你 还把最宝贵的 七年青春给了你 你就这么随意揣测 污蔑人家 可我看着我妈 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 只觉得讽刺 是啊 她把最宝贵的 七年青春给了我 可我又何尝不是呢 七年前 柳如烟救下了 差点出车祸的我 我们也渐渐走到了一起 可我和自小被捧为 掌上名著的柳如烟不同 我出身寒威 柳如烟家里 并不认可我 为了得到柳如烟家庭的认可 这些年 我走了很多弯路 也吃了很多苦头 甚至一度为了应酬 喝到醉倒在大马路上 不省人事 第二天到医院洗胃 后来 我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 和柳如烟顺利结婚 婚后 我想要和柳如烟要个孩子 她却一拖再拖 说她接手公司稳定后再说 这一等 就是七年 七年后 她已经成了 令人羡煞的女总裁 我本以为我们的爱情 即将迎来完美的结局 可陆舟的朋友圈 却将我的幻想彻底打碎 我自嘲一笑 看着柳如烟 眼神里充满了失望 是啊 我差点忘了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我应该对你感恩戴德 一辈子做牛做马 爆打你才对 可是柳如烟 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是个人 我也会痛 也会累 我想要的 只是一份纯粹的爱情 我的声音很轻 却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知道 不论柳如烟的回答是什么 这段感情 都已经走到了尽头 柳如烟嘴唇动了动 像是要解释什么 可还没等她开口 手机铃声 却突兀地响了起来 她慌忙掏出手机 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屏幕 脸色瞬间就变了 北航 公司突然有点急事 我得马上回去一趟 你等我 晚上我会给你一个 合理的解释 柳如烟脚步匆匆 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慌张 她甚至来不及 收拾掉自己脏掉的裙子 抓起包就往外冲 高跟鞋踩在地板上 发出急促的哒哒声 像是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兽 在追赶她一样 我看着她慌乱的背影 心中冷笑一声 不用猜我也知道 她肯定是去找陆舟了 那种慌张和焦急的眼神 我已经很多年 没在她面对我的时候见过了 我闭上眼睛 无力地挥了挥手 妈 你也先出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妈却还在试图 剃柳如烟辩解 你这孩子 燕燕爱不爱你 就算我看走了眼 难道所有人都看错了吗 她甚至甘愿 把公司一半的股份都给你 文言 我却直接打断了她的话 看着我妈的眼睛问道 妈 你是不是最爱吃扣肉 我妈被我突如其来的问题 问得一头雾水 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爱吃啊 怎么了 那你天天吃 炖炖吃 你会怎么样 我妈想都没想就回答道 那当然会腻啊 我点了点头 柳如烟也一样 她对我腻了 想换换口味了 病房里终于安静下来 只剩下消毒水的味道 和仪器规律的滴答声 像是在嘲笑我 可笑的爱情 我无力地靠在床头 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 闪过我和柳如烟这些年的 点点滴滴 从最初的甜蜜 到后来的争吵 再到如今的貌合神离 就像是一杯苦茶 越品越苦涩 我以为只要我努力 就能给她幸福 就能得到她的真心 可到头来 我才发现 这一切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就在我沉浸在回忆里 无法自拔的时候 病房门再次被敲响 妈 我不是说了吗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我闭着眼睛 有气无力地说道 可回答我的 却是一个低沉雌性的男生 是我 我猛地睁开眼睛 却看到陆周一身西装 站在病房门口 嘴角带着一抹笑意 三 我听柳如烟说过 陆周是个朝气蓬勃 充满冒险精神的新人 可我没想到他这么大胆 居然敢直接找上门来 沉默半晌 我率先开口 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 那条朋友圈 你是故意发给我看的吧 文言 陆周眼神微微眯起 装模作样道 江北航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却只是笑笑坦言道 陆周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你不就是想通过那条 暧昧不清的朋友圈 让我和柳如烟大吵一架 然后你好趁虚而入 表现你的大度和善解人意 最后再顺理成章的上位 不是吗 陆周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笑着点了点头 看来烟烟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个聪明人 他笑够了 收敛了神色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既然你都挑明了 那我也就直说了 江北航 你今年已经32岁了 即使没有我 你也应该清楚 你的身体和能力都大不如前了 我比你更年轻 更帅气 能给柳如烟和公司 带来更多的利益 柳如烟他没有理由不选我 陆周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 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这张卡里有700万 足够你重新再找个 更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结婚了 现在退场 大家都体面一些 你说呢 我看着那张银行卡 只觉得无比讽刺 他还真是和柳如烟一样臭味相投 觉得用钱就能摆平一切 我抬起头 直视他的眼睛 目光锐利如刀 那要是我不答应呢 文言 陆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他眯起眼睛 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在自己左手上轻轻划出一道血痕 冷笑道 那可由不得你我已经提前通知了烟烟 半个小时候 他在公司找不到我 就会赶到这里 到时候 我只要说是你故意找我 再制造一点小意外 你觉得 他会相信你 还是相信我 他的威胁赤裸裸 毫不掩饰 想要通过柳如烟的偏心 彻底撕裂我和柳如烟的感情 可他还是低估了一点 柳如烟 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恋爱脑 我深吸一口气 并没有理会陆周 而是转头看向门口冷声说 柳如烟 你还要在门外偷听 到什么时候 四 陆周痴笑一声 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吓唬我 就凭你 他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 你以为你是谁 柳如烟是什么人 会看得上你这种货色 他语气里满是不屑 甚至带着一丝怜悯 就在这时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柳如烟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脸上带着一丝慌乱和无措 陆周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 难以置信地看着 出现在这里的柳如烟 烟烟 你 你怎么在这 他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显然没料到我会来这一处 柳如烟没有理会陆周 只是静止走到我床边 目光闪烁地看着我 阿航 你都知道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显然有些心虚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疲惫 柳如烟 我们结婚七年了 我淡淡地开口 语气平静地 没有一丝波澜 你真的以为 你能骗得了我吗 柳如烟脸色一白 嘴唇动了动 似乎想解释什么 阿航 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伸手想要拉住我的手 却被我躲开了 我和陆周 昨晚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绝对没有越界 他语气急切 试图让我相信他的清白 可我听到这话 却只觉得讽刺 柳如烟 你和陆周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 我并不在乎 我打断了他的话 语气冷漠 我越是不在意 柳如烟就越是慌张 他无措地站在原地 眼眶渐渐泛红 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阿航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真的没有 他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被我直接打断了 够了 我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递到他面前 柳如烟 我已经签过字了 你的钱 你的公司 我一分都不会要 我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们离婚吧 一旁的陆周看到这一幕 顿时兴奋起来 他迫不及待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枚早就准备好的钻戒 单膝跪地 深情款款地看着柳如烟 烟烟 你放心 以后余生我一定会对你负责 他语气坚定 仿佛他才是那个被辜负的人 我看着眼前这一幕 只觉得无比讽刺 我摇了摇头 转身就要离开这个让我感到窒息的地方 可就在这时 我的手却被一只柔软的手紧紧抓住 阿航 七年的感情 真的非离不可吗 悟悟 柳如烟的声音带着哭腔 眼眶通红地看着我 我看着柳如烟 双眼通红 挽留我的模样 却只觉得可笑 明明是他先背叛我的 现在却搞得好像 我才是那个福星汉一样 我看着他 心里一阵悲凉 柳如烟 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我淡淡地开口 语气里听不出丝毫情绪 文言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开口道 什么日子 能是什么日子 他语气里满是不以为然 仿佛我问了一个 多么愚蠢的问题 看到他这副模样 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 也破灭了 是啊 他怎么会记得呢 今天是我们的 七周年结婚纪念日 可他却完全忘记了 他口口声声说还爱着我 没有越见 可他却连今天 是什么日子都忘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 心里一阵苦涩 今天是我们的 结婚纪念日 七周年 我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下一刻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他张了张嘴 似乎想说些什么 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看着他这副模样 心里突然涌起一股 难以言喻的疲惫 我不想再和他 多说一句话 转身就走 阿航 你别走 你听我解释 柳如烟伸手想要拉住我 却被我毫不犹豫地甩开了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 不想再看到他那张虚伪的脸 离开医院后 我直接回了家 路上 柳如烟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一遍又一遍 我烦躁地按下拒接键 最终还是把他拉黑了 回到家 我开始收拾东西 毕竟下周一就要离婚了 我不想再和柳如烟 有什么别的瓜葛 可笑的是 我收拾了半天 却发现自己连衣服 都不剩下几件 我这才想起来 自打路周入职的第一天 柳如烟就说 我和他的身材很像 临时借走了 我平时都舍不得穿的西装 这之后 他自然是没有还给我 或许自打那天开始 我早就应该离开了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将仅剩的几件衣服 塞进行李箱 准备离开 可就在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愣了一下 心里突然生起 一丝不好的预感 我走到门口 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门 下一刻 站在门口的人 却让我愣在了原地 六 妈 她怎么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一股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 我妈就站在门口 手里还提着保温筒 一脸焦急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柳如烟 给她打的电话 看到我手里拿着行李箱 我妈脸色一变 三步并坐两步冲过来 阿航 你这是干什么 她一把夺过我的行李箱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 举动吓了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到她 劈头盖脸的斥责道 人家烟烟都跟我说了 你要跟她离婚 你怎么回事啊 我揉了揉眉心 语气无奈 妈 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情 我已经把离婚协议书给她了 就算她不签字 我也会向法院提出申请 我妈被我气得脸色铁青 你 人家烟烟对你多好啊 温柔贤惠 持家有道 多少人求之不得 你怎么就不懂珍惜呢 就算她真有什么问题 你就不能原谅她一次吗 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隔夜愁 床头吵架床尾河 你都多大了 怎么还这么冲动 我看着我妈痛心疾首的样子 心里五味杂陈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 妈 这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有些事情 发生了就是发生了 无法挽回 文言 我妈的情绪却顿时激动起来 什么无法挽回 烟烟都跟我说了 她跟那的陆舟什么都没有 就是工作关系 你别听风就是雨的 你看看你 现在像什么样子 说离婚就离婚 你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了吗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妈 你冷静点 说吧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翻出昨晚陆舟发的那条朋友圈截图 递到我妈面前 你自己看看吧 我妈狐疑地接过手机 看着屏幕上的照片和文字 脸色渐渐变得难看起来 照片里 柳如烟和陆舟举止亲密 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而陆舟配的文字更是刺眼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我会永远珍惜你 这 我妈愣住了 手机从她手中滑落 掉在地上 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你 你的意思是 奄奄她 她出轨了 我妈的声音颤抖着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 这怎么可能 奄奄明明是个好孩子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亲眼确认过 她绝对是爱你的 怎么会 文言 我只是看了一眼窗外淡淡的 很简单 她已经对这份感情腻了 七 我看着我妈 一字一句地说道 每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 狠狠地砸在我妈的心上 我妈张了张嘴 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我眼中的决绝和悲伤 读了回去 我知道 我妈心里也不好受 但有些伤痛 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能明白其中的刻骨铭心 我妈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 只是不停地抹眼泪念叨着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见状 我心里也不好受 但有些事情 总要面对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语气尽量轻松 妈 我没事 你不用担心我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收拾好行李 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 走到楼下 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山熟悉的窗户 曾经是我和柳如烟的家 如今却成了我心中的一道伤疤 我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开 再也没有回头 我直接去了公司 办理了离职手续 人事部经理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江先生 您确定要辞职吗 您可是公司的顶梁柱啊 谢谢 但我已经决定了 我语气坚定 没有丝毫犹豫 离开公司 我感觉像是卸下了一副千金重担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我重新租了一套房子 不大 但很温馨 我开始尝试着一个人生活 学着做饭 学着照顾自己 日子一天天过去 令我意外的是 柳如烟居然没有来骚扰我 甚至没有让她的父母 给我打一个电话 发一条消息 可我和柳如烟相处多年 我很清楚 这并不是她的风格 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 我心里清楚 她一定在酝酿着什么 果不其然 当我某天下班刚回家时 却看到桌上摆着四菜一汤 我一惑 看向厨房 却看到柳如烟正在里面做饭 我不由愣住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结婚青年 柳如烟从没下过一次厨房 只因她说过不喜欢油烟 我就一直坚持下厨 哪怕过敏性鼻烟发作 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柳如烟看我回来了 对我挤出一个笑容 你回来得正好 趁热吃吧 她笑得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可我却并没有回应 而是冷冷地看着她 你是怎么闯进我家的 还有 我们已经在走程序了 不是真正的夫妻 请你离开我家 听到我冷漠的预期 柳如烟却顿时破防 紧紧地抱住我 红了眼眶 阿航 我承认我一时犯了错 可我真的还爱着你 我已经开除了陆舟 她已经不在公司了 求你回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吗 闻言 我却只是冷笑一声 指着桌上的饭菜 柳如烟 如果你真的爱我 就应该知道 我有胃病 吃不了辣 爸 听到我说的 柳如烟顿时愣住了 她保持着伸手的姿势 脸上的笑容僵硬无比 眼神里满是错愕和慌乱 我摇摇头 对她彻底心思 这就是她嘴里所谓的爱 居然连我有胃病都不知道 说到底 她并不是真的爱我 只是舍不得 我给她当牛做马的 这份安全感罢了 甚至就连我现在的胃病 也都是因为前些年 为了得到她家人的认可 为了让她过上更好的生活 不停地加班熬夜 遗留下来的病根 那时柳如烟还不像现在这样 而是真的爱着我 那时的她 在得知我得了严重的胃溃疡后 哭得泣不成声 不停地自责 说都是她的错 不该让我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那时的我还不在意 笑着安慰她没事 幻想着和她结婚生子 白头到老 现在想想 自己也真是幼稚 只不过短短七年 她就对自己腻了 就算这一次 她是真的悔改了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可下一个七年后 十四年后呢 她又是否能够坚持着 这份纯粹的感情 走到最后 不过 这个问题 不会有答案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毕竟 我是不会原谅她的 此刻 柳如烟似乎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荒唐 急忙将桌上的饭菜 倒进垃圾桶 她眼眶通红 声音哽咽 像是个做错事的小孩子 对不起 阿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有胃病 我 我打断她 语气冰冷 你想说什么 说你只是一时疏忽 说你会改 柳如烟 太晚了 我对你的谎言 也腻了 文言 柳如烟竟直接跪在了我面前 不 阿航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不好 求求你 阿航 我不能没有你 她哭得梨花带雨 我却无动于衷 你没有错 柳如烟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淡淡道 你只是意识到自己要死了 说吧 我转身离开 任凭她在身后哭喊 有些错误 一旦犯下 就再也无法弥补 有些人 一旦错过 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 我柔了柔发胀的太阳穴 转身离开 可还没走出多远 后脑勺就传来一阵剧痛 眼前一黑 我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时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里 手脚都被粗糙的麻绳绑得死死的 动弹不得 我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发现嘴巴也被胶带封住了 醒了 一个阴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让我不寒而栗 我艰难地扭过头 看到陆周正蹲在我身后 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刀尖抵在我的脖子上 散发着冰冷的寒意 我心中一惊 下意识地想要挣扎 却被他一把按住肩膀 别动 陆周恶狠狠道 不想死就给我老实点 我看着他 曾经意气风发的陆周 如今却变得如此落魄 不仅满脸胡茶 头发凌乱 双眼布满血丝 整个人更像是老了十几岁 陆周 你 你想干什么 我费力地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字 听到我的声音 陆周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 你还好意思问我 他猛低将刀尖往前移送 在我的脖子上 留下了一刀细小的血痕 要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愣住了 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都是因为你 陆周咬牙切齿道 要不是柳如烟突然把我开除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公司的核心机密 完成了任务 他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 与其中充满了悔恨和绝望 结果呢 就因为柳如烟那的恋爱脑 害得我任务失败 被老板费了一只手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 说着 他抬起自己的右手 直到此刻 我这才注意到 他的无名指齐根断裂 只剩下一个猙獰的伤疤 陆周心红着双眼瞪着我 语气阴森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 柳如烟怎么会抛弃我 我又怎么可能沦落到如今这个地步 我心中一沉 意识到自己成了陆周发现怒火的替罪羊 你想怎么样 我尽量保持冷静 问道 我想怎么样 陆周冷笑一声 直言道 既然柳如烟这么在意你 那我就让你当人质 勒索他一千万 当然 我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你们 等他带着钱来了 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我顿时愣住了 没想到陆周竟然如此狠毒 沉默半赏 我淡淡道 陆周 你死心吧 他是不会来的 我们已经彻底分开了 我已经拒绝了他的求和 他又怎么可能会来救我 听到我的话 陆周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哈哈大笑起来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他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柳如烟是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他那么爱你 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无法改变陆周的想法了 就在这时 仓库的大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撞开 刺眼的灯光照射进来 我眯起眼睛 看到柳如烟正站在门口 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皮箱 他的双眼通红 脸上满是泪痕 看到我被绑着 顿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阿航 陆周顿时得意地大笑起来 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 用刀抵住我的脖子 哈哈 我就知道你会来 柳如烟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爱的男人 不想让他死 就乖乖地把钱放下 然后过来 柳如烟颤抖着走到陆周面前 将皮箱放在地上 然后慢慢地朝我走来 别过来 我嘶吼着 想要阻止他 却无济于事 阿航 别怕 我来救你了 柳如烟哭着说 眼中充满了坚定 柳如烟抱着我的同时 陆周在身后却笑了 一起去死吧 陆周突然暴怒 举起匕首 朝着我的心脏刺来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砰 一声枪响 陆周的手臂被打中 匕首掉落在地上 我睁开眼睛 看到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 冲进了仓库 将陆周团团围住 不许动 警察 陆周见状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恶狠狠地瞪了我和柳如烟一眼 转身想要逃跑 然而 等待她的是法律的制裁 后来 我和柳如烟还是办了离婚 一次的偶尔 并不能改变什么 一旦怀疑的种子诞生 裂缝只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 这个道理 柳如烟比我更清楚 事情结束后 我直接离开了生活了半生的地方 换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 彻底和柳如烟没了联系 在后来 听到柳如烟的名字时 则是在电视上 此刻的她 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 原来 自打陆周坐牢后 就对柳如烟心生怨恨 即使出狱 可因为那段时间柳如烟的照顾 陆周早就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没过多久 陆周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欠了一屁股债 走投无路后 陆周就打起了敲诈的念头 经常纠缠柳如烟 最后因为没谈拢价格 陆周一气之下 杀死了柳如烟 对此 我却并不意外 人终究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全文完